方法流感除了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也有許多人是選擇接受 鼻腔噴劑FluMist 然而聯邦疾病控制予防中心表示 鼻腔噴劑的流感疫苗效果不佳 建議民眾在下一個流感季節 儘量不要使用 根據統計 美國有3分之1兒童 是選擇用鼻腔噴劑接受流感疫苗 另外研究更顯示 這種流感疫苗防禦效果差 遠不如注射徵劑 FluMist在2003年獲得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認可 不過聯邦疾病控制 預防中心的免疫專家委員會 經過數據比對研究 得出FluMist效果不佳的結論 因此建議民眾不要再使用這項 建議還需獲得 聯邦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主管認可